宏都拉斯跟我国的邦誼可能生变吗 我国中美洲有邦国家宏都拉斯总统卡斯楚 今天在他的推特上发表声明表示 他已经只是外交部来处理中国建立正式关系的问题 卡斯楚在选前其实就曾经说过了 只要他当选就要来跟中国建交 而去年一月份副总统赖清德还以特使的身份 出席他的就职典礼稳固邦誼 没有想到一月宏国跟中国外交高层会面之后 就传出外交可能要转向的消息 那么我国外交部表示 现在已经向红国政府表达严正的关切 呼吁对方谨慎审卓 切勿掉进中国的圈套 会觉得是中国在挖墙脚 去年一月赖清德才以特使身份 代表总统蔡英文出席红毒拉斯 新任总统卡斯楚就职典礼 还送上了防疫物资诚意十足 没想到两国邦交可能神变 卡斯楚15号在推特发文 表示他已经指示外交部长处理 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 而红国与我方邦交已经长达82年 更是我国在中美洲仅存的三个友邦之一 如今再被对岸挖墙脚 我相信一定会引起国际社会更大的愤怒 美国也特别介入 我们外交部可能早知道 hold不住人 其实外交转向早有端倪 卡斯楚选前就放话 当选要和中国建交 虽然上任直近一年 仍维持与我方的邦誼 但去年九月红国没再连大替台湾发声 因为外交部长雷伊娜 更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会面 都是一大警讯 且政府习近平取得第三任期 和总统蔡英文访美前夕 反制意味浓厚 国方不放弃希望持续努力 不过蔡总统上任以来 已发生多次断交危机 损失八个邦交国 中国大陆近年 更积极口一带一路 拉拢美国后院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国家 而如果红国再与台湾断交 邦交国数量将只剩下13国 再闯新低 国际处境可说越来越艰难 这台北综合报道 金门二丹岛陈姓上兵失联案 陆委会确认他人在中国 已经接火对案通知 国防部长邱国正 今天到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 做专案报告被寻时也表示 针对士兵离营的细节跟原因 现在外界有好多的传言 国防部都还在向他本人确认当中 因此没有办法先下定论 但是也强调了 相关通缉作业已经在走 今天就会发布通缉令 台湾新闻也访问到 这名陈姓上兵的爸爸 他表示现在只能够焦急等待 事发的原因 连他自己也满头问号 那今天会发布通缉吗 应该会 送了 已经送了 预计几点 包括那个今天应该会发布 因为我们把所有的市政 非常充足 因为我们听到检察官 那检察官他会充分采信 我们在部队管理的一些收政 金门二丹陈姓上兵失联满六天 陆委会证实 人在中国厦门如今进门递检署 要发通缉令 因为对岸完全没有回礼嘛 因为我们过去的 协处两岸人民的案件 虽然不管他已读不回 已读以后回 已读慢慢回 他会有处理 我们希望他 我们也相信他会妥善处理 我们只要有管道 跟他碰面 了解他的这种想法 只要他想法 那有管道碰面的机会高不高 我不知道 我们军中没有这个管道嘛 会不会背叛逃兵 以及零营原因 中国镇态度很保守 强调没见到陈姓上兵前 不敢妄下定论 毕竟连士兵父亲 都还一头雾水 情感问题 也不是金钱压力 这个大家都满头问好 我也满头问好 现在就是只是交集的 本来而已 就不能这样不要 虽然从外界得知 儿子现阶段没有安全疑虑 不过根据平面媒体报道 陈爸爸觉得 相当对不起金门的弟兄和长官 还说到时儿子平安回台 一定要打断他的腿 喊话勇敢面对 细节原因 外界揣测不断 一切都要等人回来 才能厘清 蒋佩宇都是外台报道 国军连勇操练 昨天晚间在保利山头 进行夜间射击训练 发射照明弹 还有出动了 腰洞五战车炮 跟腰两洞的破炮 还有标枪飞弹 场面相当震撼 这场训练一路延续到 今天早上 空军IDF战机 及陆军航特部的 齐奥瓦直升机 轮番上阵 搭载海神火箭跟炼炮 对立射击 来吸引军事迷围观 照明弹发射 两条金黄色光芒 划破夜空 照亮整个山头 炼炮发射 伴随橘红色火光 现场炮声隆隆 屏东三联训基地 联勇操演 今年首度登场 14号展开夜间射击训练 出动腰洞五战车炮 腰两洞破极炮 以及标墙飞弹 模拟驱离敌军 警戒部队 迎接日间作战 陆军航特部 齐奥瓦战搜直升机 盘旋山头 挂载海神火箭和炼炮 进行对地炸射 精准集中目标 还有空军IDF经国号战机 轮番上阵 地面部队则是以 155榴弹炮 以及腰洞五战车炮 打头阵场面震撼 军事民一大早就来现场守候 落实金石训练成果 民众有目共睹 国军弟兄保卫国家安全 成为当前首要任务 继续图示威 评讨报道 台湾的亿万富翁再加一 昨天晚间开出的大乐透 头奖一亿元 就落在台中大甲的一间彩券行 而且一注独得 巧合的是这家彩券行 在2021年8月份 就曾经有开出高达 5.1亿元的大乐透头彩 业者表示 上个月白沙屯妈祖 南下北港绕境时 有经过他们店门前 之后每天眼皮跳个不停 就有预感会有好事发生 没有想到还真的 二度受到财神员的眷顾 鞭炮声一走传遍大街 小巷台中大甲这间彩券行 又开出头奖了 恭喜我们这边 上来 开头奖 谢谢 大大一张喜气的红纸就贴在店门口 这回开出的是大乐透 头奖一亿元 而且一注独得 天大的好运气 让彩券行生意腔腔滚 就算平常天 还是请不少民众上门买彩券 沾沾喜气 这间彩券行前年2021年8月 就曾经开出5.1亿元的大乐透头奖 还创下大甲地区最高的彩金记录 没想到这回再度开出大奖 让彩券行业者开心又兴奋 之前是蝴蝶都会飞进来 这一次就是妈祖经过之后 就眼皮就每天都一直跳这样 就感觉好像应该会开头奖 结果昨天就真的开了 有了白沙豚麻糊加持彩券行 二度寿财神也眷顾开出破亿元大奖 让台湾的亿万富豪榜再加一